在 Q-SYS DESIGN 软件中 把一个软电话和 AEC 组件结合在一起 可以把 Core 变成一个高质量的 VoIP 电话会议系统终端 软电话组件既可以使用模拟信号的电话网合器 和普通的电话系统连接 也可以利用现成的网络 把 Q-SYS 注册成为一个纯粹的 VoIP 电话终端 这个功能不需要额外的硬电设备 它本身就是 Core 主机的一个软件功能 所以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当然多个电话可以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多个房间可以共用一台 Core 主机 创建软电话系统的第一步 就是要在控制区内添加这个组件 我们到左边的附件栏里面点击这个加号 选择 Streaming I.O. 找到软电话以后点击一下 在左边就能看到了 你能发现它一共有三个组件模块可以用 你要把这三个都拖到编辑区里面 这个状态控制模块是用来控制整个软电话状态的 那个 In 模块是输入模块 通过它把远端的信号输入到 Core 里面 另一个 Out 是给输出的 本地的语音通过这个模块送到远端的电话系统里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应用案例 把软电话和 Core 主机连接起来 我先把一张本地的输入卡拖拽过来 本地的话筒就是给本地的发言人使用的 我们可以把这只话筒的信号直接送到软电话的输出端 我在主机上还有一块输出卡 我也把它拖拽到边界区和软电话的输入连在一起 这样的话远端的电话信号就可以直接进到我的喇叭输出端了 不过这是一个会议室的系统方案 我还需要添加一个 AEC 的功能才能达到设计要求 所以我现在再拉进来一路 AEC 的模块到编辑区 说到这儿我们稍微停顿一下 看看 AEC 的针角是怎么连接的 这儿能看到它有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输入端的第一个针角是连接话筒的 不用说你也能看出来这个是本地讲话的输入端 如果你的会议室有多只话筒怎么办呢 QNC 强烈推荐你一定要给每一只话筒 单独使用一个通道的 AEC 因为每只话筒在房间里的位置是不同的 所以它们的脉冲响应也不同 不过要是实在没有办法一只话筒一个 AEC 也可以用混音台把它们混成一路再接到 AEC 里面 但是这么做回声抑制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 第一个输出真讲是 AEC 处理完毕后返回到远端的音频信号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在这个连接中增加一些音频处理器的话 一定要把它放在 AEC 的后面 绝对不能放在本地话筒和 AEC 之间 因为那样会影响到房间脉冲响应的测量准确度 第二个输入真讲是接参考信号的 这个真讲必须是用远端过来的信号作为参考值 如果你使用了音频处理器 那么必须在处理器之后再连接到这个参考点 你还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好的输出信号 直接连接到系统的输出端才能从本地扩生 因为上面的 AEC 参考通道只是拿来做参考信号的 不会输出的 这里的参考信号位置也很重要 你千万别从音频处理器之前把信号复制出来给 AEC 做参考 那样的话信号和本地输出的声音之间就没有对应关系了 AEC 的作用也就没有了 第二个输出真讲是增强输出 你可以在 AEC 组件里的属性里把增强输出选项改成 YES 就行了 所谓的增强输出是对大会议士而言的 比如说会议中心或者大型法院等等 其实它就是把本地话筒的声音再送到本地扩生系统里放大而已 因为对于小房间而言的听众不需要扩生就能听到本地人讲话了 和第一个输出真讲不同的是这个增强输出的信号里面是不包括我们上节课里学的降噪和舒适噪声功能 而对于小型会议士来说你无需将本地的话筒的声音再送到本地的扬声器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再说一次 AEC 的第一个输出真讲只是发送到远端信号去的 不可以把它们再送到本地的喇叭 我们在网站上还有几个有关软电话的设计程序可以让你下载 里面包含了怎么样的连接是可行的什么是错误的 参考一下这些案例主要是在插入音频处理器的时候呢 在连线上别出错 好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软电话设计上来 我现在想把本地的电话直接接到AEC输入上 然后把AEC 的会议输出也就是第一个真讲 通过软电话的输出端送到远端 同时呢也需要从软电话的输出端批出来一路信号给AEC做参考信号 只要这样连接呢本地的声学回声才能会被录掉 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利用Core所在的以太网的来配置和启动这部软电话了 这个过程呢要在管理员页面完成 现在我们就把程序上传到Core上才能进行到下一步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管理员图标 一旦你的系统存在软电话组件了在管理员页面中就能看到 这个版面有两列写着软电话的这列呢是你在设备库里的 另一列呢是音频编码器 首先呢你要在接口这边选择 让软电话呢要使用Core的那条网络接口 Core一般至少要有三个网络接口 Line A Line B 还有一个叫辅助的网络接口 对于大型主机还可能有Aux B 要确定你选择的网口和电话服务器呢是在同一个网络上 双击这个软电话你就可以设定它的VoIP连接了 这里需要输入用户名和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还要确定连接这台服务器是不是要注册 如果需要的话还要贴写授权的ID和密码 如果你对这些信息不那么了解的话呢 应该向IT部门或者是VoIP供应商那里查询一下 因为一些VoIP提供商确实需要用户使用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录 确定你输入的信息准确无误以后呢就可以点击OK 然后更新设定 然后就可以退出管理员界面开始测试你的软电话了 如果你双击软电话的状态模块就能看到这个控制面板了 它看起来确实很像一部电话 你可以用右边这个拨号键盘或者是用这个退格键删除字符 或者干脆就用这个插子全部删掉 这个Hulu的显示板会显示当前的电话状态 DND是一个免打扰服务会阻止一切来电 当然你也可以点击disconnect来挂断电话 或者是输入完电话号码以后呢按一下connect播出电话 无论你的电话是在响铃状态还是在摘机状态呢 他们的状态灯呢都会点亮 你也可以选择阵铃响几次以后呢电话会自动应答 所有的软电话当前的状态呢 你都可以在这边的状态信息里看到 咱们还是试一试吧 我输入个号码然后拨出 我现在把监听面板打开 这样你就能通过我的电脑的声卡听到声音了 Hello Hey Patrick, it's Sam Hi Sam, what's going on? Not much, just showing soft phone How exciting for everybody, can I go now?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 我再想添接一些其他的设备进来 你对这个肯定也感兴趣 先把程序从主机上断开 我们好好的修改一下程序 首先呢,我强烈推荐你在输入信号这边添加一个自动增益控制 当然最好是多加一个采量聚衡器 这么做可以确保远端过来的声音音质比较一致 因为远端打电话的人的声音呢可能会比较小 也可能很大 当然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把AEC的参考信号位置修改一下 这是因为AEC的主要功能是尽可能的消除让远端过来的信号不要再送回去 所以他参考的信号呢也就是采样信号就必须要和本地喇叭播放出去的一致才行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处理过的远端信号再送到AEC的参考点 在Q-SYS Design的软件呢 5.0版本以后呢有一些新的功能就添加进来了 我猜你可能有兴趣 首先呢是嵌入了拨号音控制 这个功能呢可以在软电化的状态组件里面看到 打开这个组件呢就能看到Tone Control的标签 在这呢你可以自己选择一段音频文件作为响灵信号 你还能自己定义进入和离开的声音 也就是当电话刚刚接通或刚刚挂断的声音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功能呢 你得把对应的按钮按下去 当然你也可以调整它们的输出音量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文件 如果你想自己添加其他的声音到这呢 一定要知道这些文件是放到了哪个目录下面 不能搞错 点击右上角的蓝色齿轮进入到管理员页面 看到音频文件这个菜单呢就能看到这里有个文件目录 叫Rayntones 这个目录是专门给拨号音使用的 所以你要上传或者拖拽文件过来呢 不要搞错位置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关闭DTMF的本地播放功能 其实这个声音就是专门录制的电话数字键盘拨号时候的声音 如果你不想听到那些嘀嘀嘟嘟的声音呢 就可以在这把它关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 通常我们呢都不喜欢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输入号码 而是找电话本 我们先断开连接进入到编辑模式 在右边的控制面板里进入到控制组件的部分 这有一个组件叫connect list 现在我就把它拖出来 在控制面板里呢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列表 不过现在肯定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要想输入电话本呢 我们还得再回到管理员页面 在左边的栏目里呢能看到这个contacts的栏目 联系人的信息都在这里输入 首先要建立一个电话本呢 可以在上面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选择add new local contact list 选择这个电话本 就可以在这边输入联系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了 更方便一点呢 你可以添加一个ldapp电话本 它可以从ldapp服务器上自动下载和同步联系人列表 比如使用微软的exchange 现在我们就回到编辑区的电话本列表这边看一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刚创建的电话本列表 选择一个人名呢 下面就能显示出它的号码来了 你可以在这儿把这个页面复制到UCI上面 这样呢用户在房间里就可以快速地找到联系人了 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电话号码这和刚才说的电话拨号有啥关系呢 如果你的designer文件里有很多的VoIP电话 你是不是想让一个电话本可以和每个电话自动连接呢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怎么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电话本和电话拨号连在一起 选中这个电话本列表 然后在右边的控制针脚里勾选这个number 这其实就是用电话文本呢把电话号码显示出来 然后选中这个softphonecontroller status 在右面的控制针脚选项里找到call control 它下面有一个dial stream 这就是要显示电话号码的那个字段 只要把两个针脚连接起来 那么电话本里的号码就可以到电话这边显示出来 这样用户就会很容易找到他想找的人 点击一下这个名字 号码就自动传送到电话那边了 只要再按一下connect电话就拨出去了 非常容易 当然你可以按照想象做一些更自动化的东西 比如你可以选中联系人以后呢 连线到softphone那边呢就可以自动拨号了 或者你还可以把一些按钮和快照组合呢 定制到一个弹出的界面里 这样就可以给常用的联系人设定快速拨号这个功能 最后你可以把这些弹出的页面呢 放在UCI里面 在触摸屏上或者是iPhone上面打电话了 想象一下可以开始打电话了 从你的手机上 哼 有点太疯狂了吧 总之呢你已经应该懂得怎么做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